歡迎回到西河高雄美食現場 今天我們來到鹽城區大理街上 還要來通殺這條街的黃昏美食 首先進攻這間熱銷60年的古早味剉面 品嘗到店家特製的相似路 好吃 說到這間老店的用料真的是實在 還有這種米米桑桑的唐辛芋桶 一而吃得是新花怒晃 人客啊 炎炎夏日 來請我包包餅請涼替惠吧 哇 好棒喔 這碗冰真的是吃下去整個就飽了 一餐就是可以當一餐可以當個午餐 因為料食在太豐富 對 然後我們也堅持不漲價 真的喔 對 所以現在經濟不經濟都沒有 如果你想吃便宜又好吃 而且重點是這裡的料有十幾種對不對 十幾種絕對讓你吃到飽飽飽 記得要過來這邊找老闆娘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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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小狗狗狗的飽飽冰 到底是要去哪裡找呢 趕緊拿招牌把它炒起來 每一天黑波兩兩四十分準時開賣 本來你就吃不到限量的好料喔 在鹽城區大里街 找這對妖嬌美麗的母女黨就對了 我都搞錯我在吃冰 可是我狂風痕 也太熱了吧 欸 我的風 電風扇 吹我喔 吹我很熱 竟然這兩個人跟我搶電山是怎麼回事 前一邊看人家吃冰吃到冰冰的 老闆娘真是很怕人耶 快點啦 我們再去下一個點喔 對 媽媽 謝謝喔 先走了 吃完好吃的剉冰 姊兒越來前往第二站喔 要飛潰前往你看喔 一 二 三 四 五 登登 我到了 這裡就是第二站啦 聽說這裡還是熱絲耶 可能我要繼續流汗了啦 小媽媽 我來了 我來了 已經準備好了這麼多 趕快進去吃喔 客人啊 不是我們嘻哈團隊分拐啦 是來到這個大里街 沒有介紹這間三十年的米山雞店 實在是對不起 愛吃好料的客人啊 但是這個甜 真活潑又美麗 這個姊兒啊 萬萬沒有想到 接下來的美食 即將讓她面臨 頭皮巴馬的考驗 挑戰她的極限本 熱騰騰的麵線根上桌囉 小媽媽妳好 嗨妳好 主持人妳好 我今天要來吃你們這家 最好吃最有名的麵線根對不對 對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開多少年了啦 三十一年啦 三十一年 可以這麼久喔 那你們的一定很特別很好吃 我這個肉都是手工切的 真的嗎 以前都是那個機器切啦 啊機器切的肉比較薄 比較沒有那個口感 啊現在有改那個 人手工切的 啊這個 等一下咖 不行 很辣 啊我再換一碗 我再換一碗 我給你好了 現在被炸了 很無法 妳先入貨喔 好 妳先好 是這一罐嗎 那一罐 我已經 也這一罐不要出來 才的啊 她不吃的啊 好 這樣怎麼辦 沒關係啊就重來啊 然後咧 進去拿就對了 另外另外要一碗 好了 我就要另外要一碗 給你好了 好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沒關係 叫人喔 我們來這邊哈 鐵鐵 日騰騰的麵線根上桌了 好 張媽媽妳好 妳好 聽說妳們家的麵線根超有名的耶 對不對 謝謝啦 謝謝 妳們是不是賣了很久了 31年了 31年喔 那妳們的麵線根一定很好吃 我們這個肉都是手工做的 以前都是肉那個機器切的 那機器切的都比較薄 沒有口感 那現在手工切的 比較有口感 比較好吃 吃起來很有彈性耶 QQ的 這個湯頭 會乾乾的 超好吃 因為我們這個蒜頭和這個 蒜頭和這個蔥啊 我們都用那個豬油自己做 自己而已 我覺得這個肉乾很特別 因為外面吃肉乾啊 會有那種粉粉的感覺 可是妳們肉乾是很結實的 很結實 會切 對 脆脆的 而且以前我們吃麵線 不是都是加什麼 大腸啊 或者是鵝啊 米爽啊 你們是加肉乾對不對 我們比較傳統啦 那個肉 你看 那有長燙鵝啊 那比較熟於台北口味啦 我們這裡比較熟於 比較冷酷 比較傳統 比較傳統的口味這樣 對 這是道地的南部的口味 對 對 好好喝喔 比較傳統的 嗯 啊這個湯頭 而且它的湯勾芡的很香耶 而且我有吃到那個 就是妳剛剛說 剛剛媽媽說那個 蒜頭的味道 對 蒜頭和蔥 這個湯好香喔 通常是有加一些醋啊 米椒對不對 吃下去很香 而且你們的肉啊 真的就是手工的嘛 一吃就知道完全不一樣 對 手工的比較 它比較厚啦 比較厚 對 跟機器的不一樣 咬起來比較有口感 對啊 啊妳那個機器切的 手工喔 比較厚 它吃起來比較沒有那個 口感喔 那像你們這樣子 每天賣啊 妳覺得 對費工夫的地方在哪裡 對費工夫 對啊 就是這肉和魚根 魚根跟肉 要花很多時間 對 這個肉和魚根 跟我們自己肉的 這樣子大概要花多少時間用 我 我差不多早上 差不多十一點在家 差不多十一點在家 做到差不多兩點 我就來這市場了 我這都是現做的啦 做好我就來了 現做的 在家裡 差不多十一點做好 我就來這裡差不多兩點 還有兩點半 客人就可以吃了 嗯 不吃不渴的老滋後口碑保證 雖然喔 這是買麵線雞 但是與眾不同的口味 卻是讓每個上門的客人 一嘴一嘴一嘴啦 每一天 阿波兩點一口 人家就在門口 排隊等候了啦 老闆看麵線的衣服 當中沒有天過啦 但是喔 都是衝著這種 傳統美食而來 我的排隊也是一樣耶 所以你們是賣下午賣 對 晚上有沒有賣 晚上沒有 因為這裡到七點就沒有連炒啦 喔 所以大里街這邊都是賣 傍晚啊 下午就對了是不是 對 哇好棒 以前那個市場站那邊嘛 對 那在那個市場站那邊 都可以賣到差不多八點七五點 現在沒有市場 這裡差不多七點就沒有連炒 所以就變成說你們大概下午的時候 對 晚上點就會開始賣了 對 然後賣到傍晚 對 好好吃這麵線根喔 聽說你們家還有一樣 非常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辣椒 這個蒜頭辣椒很乾 很乾的啦 這個那個口感 還有 放這個麵線 放在一起 加在一起 那口感很乾 真的喔 這看起來真的很特別耶 因為一般的辣椒醬啊 開下去都是那種 雜雜的顏色 可是你們這個很清澈 是因為在製作的時候 手法跟餅乾的不一樣嗎 不一樣不一樣 很費工啦 很費工喔 對 我以前都沒有在賣 以前在市場的時候都沒有在賣 啊有時候我都做給客人用嘛 給客人用 啊有時候那個小姐來說 哎呀阿爸上 我一定用一瓶賣給我啦 這樣子 特別要跟你買辣椒 啊後來我就說啊好啊 乾脆就做給客人 賣給客人 一罐一罐賣給客人 嘿嘿嘿 啊兒子要幫忙啊 兒子他說他要做啊 我說好啊 你要做我就教你啊 真的喔 那我只去學 所以到 所以現在還是有很多的客人 會特別來跟你買辣椒醬回家 就是煮飯啊 或是吃飯的時候配這個 這個辣椒啊 你假如在家裡煮水餃的時候 換一點醬油啦 醋啦 換一點這個 下去蘸那個辣椒 調味這樣子 蘸那個水餃 很好吃的 辣口感也不錯 真的喔 雖然我很怕辣 但是我還是加一點好了 在家裡煮麵線 煮麵也可以調 很好吃喔 是喔 我加一點吃吃看 原味的吃完 加辣椒吃起來 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平常客人 來這邊呢 吃麵線根 都有這麼大碗 可以讓他加嗎 有 還是因為 還是因為我的關係 所以這麼的大碗 有啦有啦 我都用這個 那個瓶子 我都裝滿滿的 我天天都有 我勝利晚上做完 我就用了 就剩下去 喔 所以是為了我特別 準備這麼大碗 可是呢 其實我真的很怕吃辣 不過我加了一點點 應該是還好吧 我試試看 這辣椒很乾 喔 不死鹹 真的很辣 有沒有覺得 我的眼神在冒附 而且太低了 有的客人很喜歡吃這個 真的很辣 喔 這個燙肉放了十斤 適量可以耶 真的喔 真的喔 唉唷喂啊 不好吃辣的朋友啊 可不要輕易嘗試咧 不過喔 今晚看是平凡的麵線 吃點蒜辣 口感香氣 真的是瞬間提升的喔 話說這個店家喔 生理實在是太好了啦 老闆娘訪問到一半 就趕快去煮麵線 讓一位客人 可以吃到最新鮮的麵線 這個大火煮滾麵線之後 老闆娘就陸續加入調味料 跟醬油調和口味跟色澤喔 這個調味料 我都用一包一包這樣子 那你是不是今天這樣賣 要幾幾鍋啊 大概 以前早期生意好的話 一天鍋差不多十六鍋 十六 對 現在差不多八九到十鍋 這樣子 這沙拉來高湯 他笑幾分勾芡 配合經驗老道的比例 以及速度加入湯中 不斷的攪拌 才能細心熬出頂人稱讚的美味 用鍋煎用好 火要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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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鍋子要下idos ru supports 老爺牛醉 放進豬肉與魚丸增加口感 強情事異 令人口水ître流的麵酸假 都打功成了 哇 真的是熟過大碗的同伴美食 就用你的口口就可以來這邊吃的薄薄薄 謝謝啦 謝謝 當然最特別還有他們家的辣椒醬 真的很辣 就是不敢吃辣的人千萬不要輕易這樣吃 不然你會跟我一樣 現在 謝謝張媽媽 謝謝你 今天讓我們品嘗到你們家好吃的麵線 所以觀眾朋友們記得來大理街 千萬別錯過這間好吃的麵線羹喔 謝謝 謝謝 有辣嗎 我流鼻涕了 非常辣 現在還是在繼續錄的意思嗎 很辣 真的很辣 我們這個椅碗 我們這個椅碗 脆脆的 不會爛爛的 不會說像一般椅碗 其實會爛爛的 好笨笨的那種 對 你知道嗎 我們不會啊 這個椅碗也蠻好吃的 對 現在正是過癮的 現在正是過癮的 雞蛋液 雞蛋液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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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